帖子们 你们有啥收藏癖好吗 小海绵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我看不懂 但我大受震撼 收藏什么汗珠子 汗喇子 废铁 废纸 废家电 这是厨师不干 改搜破烂了呗 比起往有个传统 那就是大村的时候 家家户户来个大草厨 小海绵指定是熟最乖的那个 该说不说你见不得屋里埋的 真没必要拿小窩当吸陷器 一点不见外叮当了 你这么熟识 有点感情 但不多 小海绵出来愣垃圾的时候 虽然我跟派达狗打了个照面 毕竟大草厨到了 赶紧回了定期的往家跑 这不是操作有点迷哦 跟垃圾对中央套着个棉球子 抠个肚子眼里面的泥 村里大草厨就算结束了 还好心看看 小海绵的垃圾桶里的装什么玩意儿 海绵垫的你没有心 你把我说你的泡汤汁都给撇了 还有这定情信物 石头子也扔了 我拿他们当宝贝 你拿他们当垃圾 一甩地的拧头走了 小海绵一心子 没错 这些都是美好的回忆 得好好珍藏 这个我们后悔好像有点晚了 狠狠呆毛巾似的 跟垃圾车都撕不起的 谁也不惯了谁 海绵宝宝干上搜破烂的买卖 菠萝屋被改造成垃圾房 屋里堆不下就往当院子挪 小海绵费劲麻利的 把抢下的垃圾带回了家 什么香蕉皮 伊拉罐 苹果盒 那都挨个白好 吃完的包装纸都得分类挂墙上 现在他们可不是垃圾 是沉甸店的回忆 菜上的油渍子 老挖顶出的汗也得装起来 老张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疑惑 我跟你讲 这才哪到那 就连滴沟油 还有桌底砸的泡布糖 用过的吸管脱骨髓 小海绵全是都洗来了 还有今天一整天的点餐单 我最喜爱的同事所写的 张语哥 只见小海绵拿个小推车 把一堆干脆拉回家 开门一瞅我地猛 屋里也沿头都要下去搅了 还直接往里塞呢 我不欺人 一屋的垃圾全弹出来 于是小绵开始顺床往外劈 第二天一早 老张一开窗 我人好选美 从垃圾场醒来 一脸的大受震撼 老张咧咧咧地穿越破烂海洋 鸡挠地敲响波罗屋的门 这是什么造型啊 一堆垃圾滴的算卦的 珍藏回忆 不是你这么珍藏的呀 老张讲话 下不时候赶念 就把卫生局的摇来 波罗屋和张语堡面临拆迁 比起跑铁三角被破烂填满 小绵和大老张 即将被破搬家 他俩又该何去何从 瞅瞧案员永远不见的样 老张二话不说 就打电话给卫生局 没一会儿 那开的车就来了 大喇叭好像没给老张喊龙 这喊用卫生检查 打眼一瞅就不合格 封条全给你们贴上 小绵被通知 波罗屋报废 他必须撤离他家 可没曾想 老张家也被垃圾呼满了 没接受撒光 还被拖下水 现在摆在他俩面前 就两条路 一个是赶紧土豆的搬家 另一个是想招手赶紧 小绵一听 得把回忆清光 眼泪巴刹的忘死好问 老张最烦人尿急了 给他出个招 把这些破烂挨个拍个照留的 再撇了不就行了吗 俩人说干就干 小绵乱七了咔嚓的拍起来 还不忘给他们都凹个造型 送走垃圾 得有仪式感 得脱帽致敬 头一回听说 卫破烂还自己掏钱的 老张本以为 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终于还是大藏包了小藏 终于听我睡了 你们都喜欢收藏点啥呢 俩送客 观音走好